六个按钮,它其实就是把上个礼拜的动作 让它变成按钮,将来你的工作不用重做了 就是等于按个清除,这清掉 然后再按个乐透彩,就重新恢复了 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一组,这个是清掉,这个是让它有效果 这两个又一组,这两个是什么? 就是,刚刚我们是设定格式号条件 可是如果不用设定格式号条件,要写程式的话 格式号设定格式号,其实就做刚刚一模一样的事情 等于什么?把排名小于等于7的填一个黄色 在它的背后,OK 那另外一样,你可以把它清掉 清除就按一下,这边就清掉,效果就出来了 那最后这两个一组,就是把 这边的排名小于等于7的号码直接复制到哪里? 复制到这边就好了 所以你就往下找,找到7,小1等於7,把12號複製到這邊來 第二個的話當然就往下找,往下找應該是第二名,把21號複製到它下面 當然如果你用土法煉鋼,自己慢慢這樣複製貼複製貼,蠻浪費時間的 所以如果你寫出一個程式,可以自動幫你把它的排名給放過來的話 當然會更輕鬆,不過你說老師為什麼這個地方它是34號 這個規則的話只有兩個,一個是先放找到的,第二個是直接就放什麼 34號應該是第一名,先放第一名的,34號第一名 第二名的話應該是21號,所以你會發現這個順序應該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 就是我如果希望把那個排名,兩種方法,找到放,找到放 或者是找第一名放在第一個位置,第二名放第二個位置的話 那這樣的話程式該如何寫 你說老師那我慢慢做啦,你慢慢做也可以啦,浪費時間而已 所以很多時候工作都是很多這種,你要用眼睛去看 然後判斷完之後把資料放過去這個動作 所以啦,以後當然會有個問題,像現在的職場很大的問題就是說 在可能幾年前那個職場,大學畢業生大概一年大概 基本上都有二十幾萬人的大學畢業生 那也就是說職場上有這麼多新鮮人可以用 但是最近的那個畢業生只剩十萬喔 大概十幾萬了,可能再過幾年可能連十萬都不到了 那也就是說呢,那個現在能夠用的人力越越少了,人越越少了 所以呢,變成說呢,你假設將來要做事情,如果用人工的話,其實真的是找不到人 所以現在呢,企業比較傾向怎麼樣 他會希望說找到的人喔,是可以做的事情不要用人工 那不要用人工做什麼,當然就是要用一些比較自動化的處理方式 那自動化的處理方式啦,其實現在看起來應該最基本的喔,就是在Excel裡面的我們現在做的動作 所以如果將來你可以把這個東西學好的話,我相信你將來在找工作絕對不是問題啦 而且如果你將來希望你找到工作的薪水比較高的話,我覺得就是你盡量能夠把一些比較專業的技能給學好 就像你,我以目前的職場來看啊,如果你假設具備有其他的技能,然後又會寫程式的話 我是保證你的基本的薪水應該不至於太差啦 而且第二個也不至於不好找工作啦,OK喔 但是如果你不會有這些東西技能的 然後你什麼都不會 說真的你進入到職場上的時候啦,你說能夠能夠領多少薪水 那以目前來看啊,當然基本薪資26000多喔,實在是很辛酸 可是我跟各位講,真的很多畢業生就是領這個基本薪資啦 那你說不可能啊,這麼少怎麼過生活 對,就是這樣子 那其實你們這個世代,我是覺得也比較辛苦一點就是真的 所謂的低薪世代 真的我覺得你們現在等於畢業的時候領那個 如果假設你沒有其他技能領兩萬多塊 生活都成問題的,更不要有談未來的 更不要說你要還要做其他的 你要奉養父母,根本不可能 現在不用談那麼 可能你連就是談戀愛你都會擔心 你到底有沒有錢對不對,出去吃飯 我還常聽說,還有那個男女朋友是什麼AA制 剛剛什麼叫AA制不太懂 原來是男生跟女生要,就是你多少錢要一半耶 那每個,好像還網路上PTT,D卡上面都有 我今天我們統計一下這個禮拜的這個花費 然後呢,男生出一半,女生就 我想說這樣才心酸了吧,如果我是男生的話 像我們那個年代,真的都男生出錢 出去,然後讓女朋友出錢的,真的 我那年代從來沒有讓女生出錢的耶 那個年代的感覺是說,如果讓女生出錢 真的很沒面子耶 雖然讓女生請吃飯或者買東西 這個感覺就是很不好的 可是那個年代,所以那個年代我覺得 男生的那個肩膀上的負擔就很重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不行 如果說我將來賺不到錢的話 那我以後更不要談要做一些什麼事情 可能交女朋友都覺得說 但你沒有出去,都沒有錢哪敢去消費 更不要說要看電影啊,要吃飯幹嘛的 要看到那個高級餐廳 連走進去都不敢了,為什麼 因為怕口袋沒錢怎麼付錢 對不對,所以要想很多方法啦 當然,如果單單只是提到錢 你會覺得太,有點好像太沉重了 但問題就是現實的面啦 OK,所以尤其是你們是屬於文學院的 文學院那真的是又是職場的弱勢 你們自己去看那個D卡或者PTE上面的討論 大概就知道了 那為什麼會是弱勢啦 其實到底很簡單 就是現在企業要用的一些相關技能 其實學校我們系上基本上都沒有啦 除了我這個課程之外 OK 其他課好像比較少會牽涉到這個 將來對你們工作有正面的幫助的 其實相對是 好像有嗎 有這種課是可以幫大家將來就業嗎 好像最夯的東西啦 其實就是ABC嘛 就是A的AI嘛 所以我現在建議各位 將來把這些學好之後 如果還有時間 再去了解一下什麼叫AI 什麼叫ChargeBT 那如果透過ChargeBT幫你做一些事情 包含就是寫程式這件事情 其實你說ChargeBT能不能幫我們寫一些 像樂透彩這種程式 確定是可以的 只是說你要去Try 你要去嘗試一下 那其他就是大數據分析 B就Big Data嘛 A的話就AI嘛 C的話就Cloud Cloud就雲端 所以如果假設你畢業之前 你不能把這ABC搞懂的話 我是覺得你將來就業 真的是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你就是很多 可能比較高的薪水的工作 可能都跟你無緣了 如果你這些都不會啦 當然你說是沒關係 反正我低薪就算了 也是啦 有些如果你要自己認為這樣過生活也OK啦 只是我覺得這樣生活怎麼會有品質呢 最基本的限度啦 OK你不要說你一定要賺大錢賺很多錢 但至少你要能夠讓自己的生活過得相對有一點點品質啦 其實有一點點品質 你說最基本啦 你要一定要有可能租房子可能要房租吧 你要通勤嘛 甚至你可能一些吃飯 消費跟娛樂 其實這都是要一個費用的 OK 好啦那當然這個地方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第一個我們就是先來 這個按鈕將來可以後面製作 我先把這個關掉好了 這個是另外一個檔 完成的檔 那我們把它回到完全沒有的狀態好了 這樣看你們會比較清楚 第一個要怎麼撰寫程式 首先第一個一定要把那個開發人員先叫出來 那開發人員放的位置 是在那個其他命令這個地方 好像我們前面是有錄過聚集 其實一樣啦 就是把其他命令裡面 制定功能區 把開發人員記得要打勾 打勾都按確定這邊才有開發人員 所以待會第一件事 如果你假設沒有開發人員 那你什麼事都不能做 OK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不是錄製的 我們是要自己寫 所以今天的部分的話難度會比較高 就是不是錄的 直接就跳到這邊開 這個Visual Basic 所以如果將來我們要製作按鈕 第一個步驟一定要把開發人員 然後呢 打開所謂的Visual Basic Visual Basic打開 它會跳出另外一個視窗 那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浮動在上面 為什麼 你可以看到你要寫什麼 這個可以把它往下拉 因為我們會需要在這邊按右鍵 這塊是專案總管 專案總管 然後插入一個模組 那也就是說將來程式要寫哪裡呢 記得喔 一定是寫在模組裡面 所以你將來記得在這邊開發人員 然後Visual Basic 進來之後的話呢 把它稍微縮小一下 並且的話呢 按右鍵插入模組 OK 那插入模組之後的話 它就可以有一個地方讓你寫程式的 按右鍵插入模組 那你可以把這個放大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如果你要寫什麼 比如說我今天要寫六個按鈕的話 其實跟各位講 這個你可以參考一下那個 雲端上面的這邊的這個畫面 在雲端版本第二頁這裡 總共剛剛的六個按鈕 那第一個按鈕叫樂透彩 跟樂透彩清除第一組 第二組第三組 那假如說我要寫一個按鈕叫樂透彩清除 清除比較簡單 我們先寫清除 那接下來怎麼寫喔 記得喔 請你在插入模組的裡面喔 先打一個Sub 後面的話就是那個按鈕上面的名稱 比如說叫什麼 樂透彩清除 OK好這樣寫完了喔 反正就是按鈕名稱前面加一個Sub空白 Enter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Enter之後 他會幫你加什麼 後括弧加EnterSub 那程式就寫在這個中間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請你把字放大 字怎麼樣放大 不放大也沒關係 看著很累喔 這看著 對眼睛傷害蠻大的 那你就工具選項裡面的撰寫風格 把它 我覺得至少改成四號字吧 九號太小了 OK 字放大 好 那接下來如果我要寫個清除的程式的話 很簡單 第一個的話請你在這邊打一個 按個TAB鍵 打一個 哪個範圍 我哪一列到哪一列 第二列到第四十 應該是四十三吧 我看四十三嘛 所以我就在這邊輸入一個程式叫回圈 那這個回圈的話其實就是重複做什麼事啊 跟他講說我要從第一列 i i 指的是列號 等於什麼呢 第二列到 到的話是true 空一格43 然後再ender兩下打一個NAS 他就知道說你要從第二列到第三列的範圍 所以這個有點像加一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裡面要做什麼事情啊 那再來你就在這個NAS的上方 按個TAB鍵 下一階做什麼呢 把這邊的儲存格通通幫我刪掉 刪掉儲存格 你可以這樣寫 sales就是儲存格 哪一個儲存格 刮虎裡面就是哪一列 列的話有沒有 這邊有個訊息 第二列 其實第二列比較i 所以把i放在這個裡面 豆點後面之後呢 再加上哪一欄 你幫我清除b欄好了 那他就知道說 你這樣清除的話要清掉這邊 可以等於 那清除的話就是兩個雙引號就清除 那當然呢 如果你寫完這一行之後的話 他就會清掉這個範圍了 他先2嘛 b2先清掉 再b3一直到b43 這些都會不見 那你說老師那cd1怎麼辦 很簡單 你就把它複製一下 這邊不是貼有沒有 然後這邊再貼 那分別改成什麼 cbcd1這樣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把它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呢 他就會直接把這些清掉 不過 我不太建議各位先不要執行好了 你們先把這個完成 那因為執行之後 等一下會用到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如果清掉的話呢 那 那待會我們要用這個公式就有點麻煩 所以請你們先把這個先寫完之後 那待會先複製一下這一段 為什麼複製這一段呢 把它貼到底下 那名稱把它改成叫樂透彩 跟樂透彩清除最大的不一樣是 清除是後面是空的 那這個後面就要放公式 那放什麼公式喔 你就把這一串 這個公式有沒有 它裡面的公式貼到雙一號裡面 所以這一個裡面的公式 所以你就把它點這邊 把這邊的公式選起來之後 放在這個雙一號裡面 那一樣的道理 這一個裡面的公式就放這邊 一直累推總共有四個嘛 所以我做一下給各位看 先點這邊嘛 那記得要選這邊一下 選起來 複製 可是你要切到V就不能切 你記得要取消 取消之後再切這個 有沒有發現切過來 然後把它貼上 這樣子OK 那總共有四個啦 所以有點像機械動作 可能要貼四個 複製取消 再切過來 把這個再貼第二個 那這個的話就貼第三個 取消了嗎 有點像固定公式 然後這邊的話呢 再把這個複製 然後這邊取消 切過來 好 那基本上我們就完成第一階段了 但是目前喔 我們執行看看好了 那當然你要怎麼執行 上面有一個執行嘛 你按一下它 它就全部執行了 然後如果你再按一下這個 它又直接輸出了 但是你說老師 輸出結果好像不太對耶 它為什麼全部都第一名 因為這邊還要改程式啦 至於要改哪些地方 我們待會再看好了 所以 執行有沒有 清掉了 這邊執行 它又輸出了 那這個好像全部底色變成黃的 那我乾脆把這個設定格式化 剛剛加的這個把它刪掉了 這個應該在這邊管理規則 幫我把 幫我把 當工作 有了 在這裡 把它刪掉了 不然剛剛這個規則好像會影響到 把它清掉了 OK 那所以喔 請各位先試一下 我們待會要做六個按鈕 那我們已經做兩個按鈕 那步驟 step1 開發人員 這個先叫出來 step2 這個呢 在VideoBasic裡面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step3的話 增加兩個 兩個Sub 一個叫 樂透彩清除 一個叫樂透彩 程式部分在這邊 如果假設你怕有些遺漏的話 你們其實是可以參考 雲端白板上面的這邊 底下 這裡有沒有 一模一樣在這裡 剛剛這一段 這是第二段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1 2 3 3 3 7 19 3 3 4 4 5